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来的 三位主持人好 台上24位女嘉宾晚上好 我叫朱镕钧 来自上海 很高兴认识大家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朱镕钧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这是你选择 还是按随缘的结果 随缘 我们有一个见识 就是随缘 就是一摁下之后 那个他就自己 就生成一个 你确定吗 刚才你按的是随缘 是 我看上去确定 确定 还不错耶 24个女生对朱镕君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1号 我对穿衬衫和穿西服上来的男嘉宾比较有好感 是真认真想来找一个女朋友的 穿T恤的就是不怎么认真不怎么想找一个 就是他重视啊 以前他也就是不如孟老师正经 人家同外都太西装 太帅了 太帅了 那这边你好 您一上场让我感觉丝丝稳稳的 感觉挺好谱的 所以我想继续关注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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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朱镕君 在上海一家疗养院工作 别看我外表长得比同龄人要小 但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 从20岁开始打拼到现在 大大小小的工作换了七八分了 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职场的小友成就 这些背后其实一直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 这世上能靠的只有自己 都说男人三十二厘 只要自己想三岁就能二厘 每次朋友们结婚 我都被拉去做伴郎 朋友们也因此嘲笑我 难怪到现在都嫁不出去 更尴尬的是 每次做他们伴郎的时候 我总是会被误以为是新郎 找伴郎不是应该找比自己矮 比自己难看的吗 可我那帮朋友总是第一时间想到我 哪怕风头被我抢去 哎 真难为他们了 我是一个猫狗控 从小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与人相处 与猫狗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都让我觉得如此的简单 有温暖 你对他们好 他们也会对你好 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 爱猫爱狗的男人最帅的 如果你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我 请把灯留住 我可是个有故事的男人哦 10号 男嘉宾 你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你从哪里看出来 我也不觉得自己聪明 可能小时候会觉得自己 哇 比别人就是 就是强一点 然后有点小聪明 但是越到成熟 越长大 然后就越觉得 其实自己很平凡很平凡 我小的时候那个 我老师说 头大的人就都聪明了 哇 然后他在赞美我了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一上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有点天然带自然萌 然后我特别喜欢 而且你刚刚说你喜欢猫和狗 那我其实有养三只狗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会介意吗 三只狗 完全不会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猫和狗 然后就是会经常会抱着它们睡觉 对 我也会 我会让我家的狗狗上床跟我睡觉 你也经常抱着狗睡觉吗 孟非 我没有 不可能 人家都抱着猫狗睡觉 你为什么不抱着猫狗睡觉 怎么这么都没有爱心 他们睡觉 那如果他抱着猫狗睡觉 那他太太会觉得他很没有爱心啊 他太太可以抱 我有别的方式 比如说我跟我们家狗吃一样的东西 可以吗 每次上一桌 他一半我一半 我们家最多的时候一只狗六只猫 哇塞 我分不清那猫长得都很像 我每次就叫他的时候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三 小三 小 人总会经历一些 自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然后将它总结为两个字 成长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父亲离开了母亲 母亲在生下我之后 把我交给了外婆 所以在那时候 我完全没有感受过父爱与母爱 在我十岁年年 父亲和母亲复婚 让我重新有了家的概念 但好景不长 几年后 父亲又一次离开了我 娶了另外一个女人 小时候父母这样的分分合合 让我感受过不得不向别人低头 也让我感受过极度的 孤单 挫败与无助 从小到大 我从朋友那边得到了很多温暖 他们总想把我灌醉 好让我忘记痛苦 可到最后倒下的却是他们 我依然清醒 还要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家 因此我也获得了九仙这个称号 2011年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很优秀 也很漂亮 收入也比我高 我们两个都明白 其实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但半年后 她还是提出了要跟我结婚 正当我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时 父亲给了我又一次伤害 她说 80后的小孩结婚 不都是靠自己吗 丢下这句话不给任何支持就走了 这让那个女孩和她的家人 对此彻底失望 我们的恋情在达到最高潮时 以分手作为了结局 当时你去见你父亲 是有希望你父亲在你们结婚的时候 给点支持是不是 对对对那是肯定 作为一个儿子的话 那肯定希望自己结婚嘛 人生最大的事情 那你作为父亲 然后老爸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他也不是这样说 他就直接说了一句 他说那现在80后 很多小孩子结婚都是靠自己 你告诉我最后的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因为分开了 结果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分开了 对对对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吧 一个就是说你爸爸当时 确实能给你你想要的那种支持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女朋友 以及他们家人 其实知道你和你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 以及你父亲的为人 他们应该对这个 不是抱有很大的希望 然后他们至少能够接受那种现实 如果不管是谁的女儿 都不可能去嫁给一个这样的男孩 然后他的家里面有这样一个父亲 我不清楚你老爹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但是你先告诉我你恨不恨你爹 凭良心讲 当时很气愤 直接是把他骂出去了 从我家里 你把你父亲从你家里面 对对对对 然后我妈是下去找他 然后他还说什么 以后他的事情不要来找我 那我说我肯定不会再找你 但是说现在在说恨的话 我觉得没意思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我觉得追着不放 我只在乎今天 如果女方的父母 知道你们家是这样的状况 我把话说得难听一点 这个女孩和这个女方的父母 完全可以把你当成 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问题就解决掉了 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原因说 最后跟你分开 是不是可能并非像你想象的 完全是因为你老爸不肯给钱 这个原因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 乐嘉说的是 有没有这种可能 女朋友跟你分手是另外的原因 不可能 因为我们到分手感情还是很好的 好 这个事就已经 这个事就让它过去吧 过去了 都过去了 我觉得现在在想就是 这个事情没有过去 不能 孟非老师要打原厂把它过去 没有过去 你明白不明白 因为你对你爹有恨 虽然你嘴巴上说 你现在已经淡了 但是我能觉察到你还是有怨恨的 我们就让乐老师 我们就多讨论一下这个事 你愿意想吧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把现场气氛搞得有一点就是沉闷 我觉得因为 好 你继续 我不说了 没有没有 我还是感谢 我真的不说了 继续 真的 我还是感谢乐嘉老师 我这个话不是给你说的 我是给台上的女孩说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不想让他们找借口 你明白不明白 我懂 我懂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在那家里面看的你就是一个 比较 内心比较强大 比较喜欢照顾人的人 如果以后成家了 你是希望做被照顾的一方 还是照顾的一方呢 可能两个人的小生活当中 彼此之间的照顾 那让我觉得会更浪漫一点 因为我从小的话 这方面得到父爱 母爱 这方面相对来说少一点 那肯定希望自己以后的老婆 自己的女朋友 对自己多关心一点 多照顾一点 但不是就是全部 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浪漫 一种小情调 我觉得这样很好 很甜美 9号 我觉得可能一路走来 每个生命都有它沉重的足音 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 在那么小的年龄 父母几分几合 索性在这种环境里边 你能够成长得这么好 因为做字曲嘛 我能够理解这种离异家庭 所带给孩子这种创伤 有些时候内心的那种孤独 无助 那种艰难 但是我们看到你今天 还是很积极 很阳光 觉得挺好的 那您是否就是在以后的婚姻中 可能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个 跟你父亲相反的一个人 那是必须的 不管就是有没有我父亲这一张事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这是最基本的 不然的话 你就不用去谈恋爱 也不用去谈什么结婚 大家可以出去到处玩啊 我没有必要去谈什么朋友啊 还要找一个约束自己的人 没必要 我觉得 来看下一条 谢谢 我理想中的女孩一定要漂亮 当然 孝顺 懂事 有内涵 被照顾人 这些也很重要 生活中你可以有一些小任性 小刁蛮 坏脾气 小说 因为我可是一个超级好脾气哦 我们家龙君的气质好 先向余悦能力表达强 就是所谓的潜力股中的高富帅 他非常的孝顺 经常会给他妈妈生活费 这个人比较爱干净 像是有点洁癖吧 他经常喊我们去 关博他的房间 炫耀他的地狱脱得有多干净 但是我们不在的时候 听说再也没打扫过 他有个小怪癖 晚上睡觉时候 一定要包东西才能睡着 女人生中最好的良洋品呢 就是每天微笑一次 有了他之后呢 让你每天微笑一次 甚至狂笑不止 朱镕军这个人吧 比较能吃 有一次他吃了三份羊块餐 一大碗拉面 他还活着 没被撑死 真是奇迹啊 小刘萍 布林女生 铁回来 很遗憾 临走的时候有一句话 想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人 尤其是一个男人 在一辈子当中 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别人 或者外界的帮助计算在内 好 再见 谢谢蕾佳老师 还有欢迎 蛮好多的 好 来 男嘉宾 你好 我是爱转角女生丁瑶 你好 你好 我今年25岁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和那么帅男生交往 我就是 他现在还没有开始交往 你来自什么地方 然后我是来自重庆的 重庆 职业是 职业的话是奢侈品导购 导购 好 来 我是来自广州的一个英语教师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性格挺好的 然后包括外表挺清秀的 而且比较安静 你现在可以从两个女生当中 那个我想跟男嘉宾说一个事情 就男嘉宾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很想照顾你 但我怕给你照顾的不是很好 我就是做菜这方面的话 就是由我自己的一点 就是处理的不是很好 我做的饭的话80%很难吃 20%不能吃 他已经在想过日子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了 就是饭菜的口味啊什么这方面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对猫和小猫和小猫 我对猫和小猫很过敏 尤其是他怀孕以后 这个猫和狗的就更不合适在家里来养 对 然后以后的话 我也希望有很多个小孩子 然后就是可不可以以后 不养小猫或者小狗 然后我们养很多的孩子 好 这姑娘想得挺远的 你现在可以做决定 所以两个女生当中 你可以临走一位 也可以自己总想清楚 本来当时就是已经 已经觉得就是想离场了嘛 然后他一下子站起来 我觉得一下子就是很惊讶 然后白岩走至现在也很激动 外套很温暖 而且质感很好 它是我很喜欢那种类型 因为我以前看到我就很喜欢文章 然后他跟文章长得很像 并并有理的 而且的话感觉脾气又很好 在听完他那些说的那些话以后 就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然后就毫不犹豫就把它签掉了 签掉我的精神 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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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语无能词了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要是即便说 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我要冲上去 因为幸福不是凭什么运气啊 或者命运啊真正去安排的 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就像你说反正是要靠自己 对于今天那个乐佳老师就是 刚才对我的一些 我都是觉得蛮认可的 我当时也跟孟菲老师贴得很久 我跟他讲 我真的是不想再把这个话题 继续在说里 孟菲老师再帮我打圆场 哎 这女孩啊 想得那么周到 饭菜啊 猫啊 狗的 都安排好了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 81309家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报名方式出现在屏幕下方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